中国股市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顺势而生 一个崭新的股市电影时代正式开启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由国内一线知名导演 制片人强大股民战容联媒打扫 从投资预计三亿元 是中国第一部由全股民演员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采用真实K线图 真实股票案例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由股民投资股民策划 真实反映股民生活和投资的电影 第一部以传播正确投资理念 和实战技巧为目的的电影 第一部把股市生活化 生活故事化最通俗易动的电影 股海沉浮首推三部电影 股海沉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股海沉浮二 让庄家落奔 股海沉浮三 股市不相信眼泪 电影中有关股市投资理念和实战技能的内容 均根据黄华琪先生同名著作的 奇迹创造奇迹 让庄家落奔 故事不相信眼泪书解改变 由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担任总策划 黄华琪先生 现任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建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大证券大奖堂首席讲师 网络建客大学校长 从事资本市场理论教学和实战交易工作 二十多年 黄华琪先生 讲座风格通俗易动 幽默风趣 客观务实 极具分析和实战意义 使投资者做到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人股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前讲座视频达四百多集 公开的把过视频点击率 累计高达一亿认词之多 目前第一部电影 古海沉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已经进入股民演员寒选阶段 主要演员八十八名 要求两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群众演员八万名 要求一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到时将参加鸟巢大型投资讲座 古民演唱会电影剧情实情拍摄 报名官方微信 古海沉浮首字母拼音加188 凡关注微信 了解电影详情 即可免费获得 故事剑客四百集 投资实战经典讲座视频 这将是中国古民最大的福利 重生的机遇就在你手中 知识改变命运 技能创造财富 你准备好了吗 5 4 3 2 1 7 故事黑马 横空出世 一剑 定乾坤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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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上课之前啊 先把本人的这个 书籍销售购买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讲啊 黄华七先生的系列 制作的购买方式 书籍名称 奇迹创造奇迹 让庄家罗奔 以及股市不相信眼泪 绝密炒股一百招 然后购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官方淘宝店购买 淘宝店的店名是股市建客梦工厂 网址是HTTP2.2杠 股市建客梦工厂 第一个字母 淘宝全拼.com 然后这个二维码可以扫一扫 第二种购买方式是微信购买 微信微信号的名称是 古海城府电影 然后微信号是古海城府 第一个字母188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第二个微信号 微信名称是股市建客 第一个字母168 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购买 本人的系列书籍 这个建客文化传媒官方网站 HTTP2.2杠 3W.建客文化传媒第一个字母.com 登陆官方网站也可以购买 然后淘宝以及官方微信都可以购买 那么这个公告完毕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喂 大家好 这个前面呢 给大家讲的让庄家裸奔系列的14节课 这个系列的一共15节 今天呢给大家讲最后一节 我们呢 接着讲课 让庄家裸奔系列之15散户客装技巧 前面讲的都是庄家润奏过程 那我们散户怎么去做 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概念 首先 首先 要科夫传统的偏见 第一 旧盘不一定跌 很多人呢 我们认为旧盘必跌 这是我们股市经常讲的旧盘必跌 是不是 股价在低位或者中位 经过长时间横盘后 很多人会产生恐慌 疯疯抛出股票 当庄家 庄家正式利用这一点 故意吸头或洗盘 有时候会 假破位引发恐慌 然后股价又快速上涨 很多散户吃过这方面的亏 股价只有在高位横盘的时候 才会跌 或者下跌头中的横盘 会再一次下跌 所以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是什么样的横盘 不是所有的横盘都是旧盘必跌 我们很多的旧盘必跌 相当庄家在洗盘阶段 在吸头阶段 往往会利用散户的心理 旧盘必跌 我就跌下给你看一看 但我没跌多 我跌就是为了 吓唬 扶仇 心态不好的人 你学了这句话 我刚好吓唬你一下 旧盘必跌吗 一破位下跌之后 马上就拉起来了 并且一飞冲天 都有可能 这样的例子 我们还卸得少吗 所以 不要把传统的一些语言作为经典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低位放量 低位放量 会涨 我们很多人认为低位放量会涨 我告诉你低位放量不一定会涨 不一定会涨 一定要分清楚是什么样的低位 很多人认为 低位持续放量 是主力资金进场的特征 往往会跟分买进 而恰恰相反 庄家有时候会在下跌的头中对倒放量 信赏户资金日常 而去掉最后的筹码 然后股价技术大跌 所以我们一定要 等绝对底部出现之后 才能判断是否 是主力资金日常 因为低位放量肯定是有资金进去了 对吧 我们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有这么多资金进去了肯定是吸筹 请问这些卖的人是谁呀 嗯 卖的人是谁你要考虑的 啊 既然是低 既然是低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卖呢 啊 所以 低位放量 不一定会涨 有的时候是庄家还 最后的筹码还没有出完 他利用 手中的资金和筹码对导 这样吸引 场外的资金进场 然后出掉最后的筹码 这种持续放量一般不会很长 有可能两三天就没有了 一两天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不是绝对底部放量 谨慎一些 08年的时候很多股票低位放量 结果又跌了50% 第一次腰涨第二次又腰涨 你认为跌了50% 你觉得很低的吗 啊 结果跌了75% 很多股票跌了80%到90 啊 所以第一底部 一般他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柱底的过程 如果这个柱底的过程没有出来 不要轻易进去 放量也不要进去 第三高位放量 会跌 我们很多人认为高位放量会跌啊 因为高位放量肯定是庄家出货的表现 不可能有那么多散户买进去 于是纷纷离场 庄家正是利用了这散户的这样一个心理 在相对的高位放量 在相对的高位放量来下户散户 成而达到细盘的目的 细盘完毕后技术拉伸 看能不能明白 啊 认为高位放量一定会跌 有时候跌了没要跌了 等会跌多 特别是启动波啊 当下第一波启动的时候 他在高位的时候会放量 会放量 放量的目的 一方面是 扩大人气 大家买进 一方面是对导 拉高 拉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高 最高位的高位的放量 很多都是对导行为 所以接下来缩量一下跌 一横盘 一洗盘 洗盘完毕后技术拉伸 所以判的高位是不是绝对高位 是不是已经涨了好好几波了高位 啊 启动波涨完之后的高位不算高位 他还有一个大幅拉伸的一个过程在里面 这是高位放量 第四 装加 假位置信号片线 假位置的信号片线 啊 那么这个位置信号有很多啊 随机指标 随机指标 KD阶 相对强弱指标 RSI 趋向指标 DMI 心底线 PSY 这些指标 它的波动的范围都是0到100之间 我们很多人利用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偏小的时候会买入信号啊 就是超跌 这些指标偏大的时候会卖出信号 金仓会买入信号 紫仓会卖出信号 所以装加经常利用这些指标来欺骗散户 啊 来欺骗散户 因为他 到了100之后 他三位 三位震荡一天 这个指标就会往下 你倒不倒 第二天一涨 指标又踩到个位置 啊 在高位震荡 因为他那个时候指标已经动化了 跌也是一样的啊 连出两天大跌 指标就动化了 啊 就达到了超卖的一个动化程度 所以说我们利用这些指标的时候 尽量的 要判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啊 这些指标很容易骗现的啊 我们说金叉买 金叉不一定可以买 因为稍微反弹一点点就金叉了 你明白吧 啊 四叉 卖 稍微跌一点点就四叉了 啊 他并不创新低怎么办 马上拉升怎么办 啊 所以这些指标 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不能作为买卖的标准 啊 这是 第四 第五 中夹 假突破信号片线 假突破信号片线 啊 这里有 迈克指标 MIK 布林线 BOLL 指数平滑 一同平均线 MSD 累积量能线 啊 累积量能线 OBV 威延 威廉 变异 离散亮 WVAD 还有什么支撑线 压力线 平台高点 低点 中央 中央 中央经常会利用这些信号 来骗散 当向上偷 为买入信号 当向下跌破为卖出信号 这是正常的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庄家也会利用这些信号 来来制造 虚假 啊 欺骗 散户 一定要根据庄家的运作阶段来判断信号的真假 你说 啊 偷不压力线 啊 反弹也会偷不压力线 啊 啊 跌破支撑位啦 跌破支撑位很快就涨了 你信吗 啊 偷不上轨了 啊 涨 上轨通过 跌 现实就不这样啊 因为指标他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明天发生什么不知道 他指标是经常会变的 经常会变 你说 MACD红柱子卖 红柱子明天就跌了 他就一根红柱子 你知不知道 他并没有连速发出红柱子 是吧 他就一根就是绿柱子明天就咋了 红柱子绿柱子 绿柱子 他是反复无常的 没有一定的规律 啊 有的时候长长长长长一点 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 啊 哇实在长不了的变短了吗 是吧 那变短了就变短了 他就一两天变短了 你知不知道 红柱子达到最高峰之后 他就一两天变短之后 他第三天又开始涨 你信吗 你认为他变短就一直变短吗 有红变绿吗 不一定 我告诉你 不一定 啊 变化目测 他没有一定的规律 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 学这些指标 一定要根据 具体的阶段 而定 啊 还有第六 甲K线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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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阳线 大阴线 红三兵 三只乌鸦 早晨之心 黄红之心 乌人盖顶 曙光仇线 升怀六甲 跳红吹口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研究这些K线啊 有的人 有的人研究K线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啊 啊 早晨之心 出来啊 希望之心 涨 马上就跌了 你不服气啊 啊 黄红时间出了啊 风险啊 跑 你跑了这么就涨了 你信吗 啊 红三兵 涨 红三兵反弹里面红三兵多的是 啊 起盘里面的红三兵多的是 洗手的时候红三兵多的是 你信吗 红三兵完了就是跌 你不服气 哈哈哈 红三兵三兵 三只乌鸦啊 三只黑乌鸦啊 乌鸦不是个好东西是不是 我告诉你乌鸦来了 他照上 现在不清邪了我告诉你 这个这个年代 啊 以前我们农村人都都喜欢信迷信 说乌鸦一叫啊 这个村子会死人了 我发现好几次乌鸦死了 叫了都没死人 像乌鸦没叫的时候死的人 你信呢 这些迷信的东西 这些迷信的东西 啊 第二 识别庄家设置的片线 识别庄家设置的片线啊 我这里有四道类 第一 利用技术关口 来进行片线 在上升行情中 当大部分人认为难以偷破某个压力位的时候 庄家往往利用资金优势 强行偷破 破四场内筹码提前去职 六货场外资金 啊 买进 你信吗 啊 追涨买进 你认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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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面有个压力位 或者前期高点 偷破破 是不是上面有一个很啊 前期有一个横盘在那个位置 偷破破 这就强行突破掉你信吗 嗯 强行突破 你你们还在没有突破之前就卖了 对吧 嗯 然后他强行突破这个厂外资金是不是绝进去了 会不会绝进去 哎呀这个庄家很强势 你看这个这个 前期压力位的时候 啊 照样突破 厂外资金就看好你们跑了 你跑了之后继续找 啊 同样的道理 当跌破某一个 啊 当大部分人认为 肯定能偷破某个压力位的时候 并看高一些的时候 庄家去意料的 啊 趁机逢高出货 把最长的散户一网打进 散户一定要是 不要事先异断 应该观察两天啊 观察两天 应变式操作 大家都认为那个那个位置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啊 马呀马呀 啊 他到了那个位置就大跌 你信吗 一定要看具体的高度 位置 前期上涨的幅度 来综合的判断 能不能突破 我们先观望一下 不要事先去猜 不要事先去猜 我们很多人买了黑马 却没骑着 好 因为就是因为提前预测 提前议断 啊 提前判断并没有错 有些东西可以提前判断 比如说空间 可以提前判断 啊 有些东西就不要提前判断 应变式交易 观望观望一两天再说吧 啊 行持有不行撤 啊 我们最怕的就是事先判断 啊 我们很多很多男人去追求女人的时候 要事先判断一下 哇他家很有钱 他老爸很有地位 然后他长得太漂亮了 这个我不能追 啊 你怎么不能追呢 你也是人他也是人 你凭什么不能追啊 说不定就嫁给你了 我告诉你 你信吗 世界无奇不有 鲜花插在流分上还少吗 多的是 说不定就插在你这个流分上去了 我也愿意他流分啊 有鲜花插上也不错 不要事先判断 啊 自信一点 好 第二 利用指标K线形态 庄家在吸收洗盘啊 完毕后 经常会制造指标K线形态来 就空 然后大幅上涨 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确的判断庄家所取的操作阶段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你的眼睛经常会骗你 我们很多人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信了吗 嗯 我的判断觉得没错 是我看到的 啊 我看的清清楚楚明明明白白 你的眼睛经常会骗你 你服气吗 啊 你不服气 嗯 现在有一种动物叫变色龙 啊 你今天看 哇 那个变色龙是灰色的 我看的清清楚楚 另外一个说灰色龙是绿色的 啊 我也看的清清楚楚 真棒 你不知道时代时代才发生变化 啊 时间 位置才发生变化 耶稣你们都错了 耶稣只有一个人正确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你的眼睛你的耳朵经常会骗你 你不服气啊 嗯 你看了一个长长长头发的 穿着花衣服的 那就是女人 我告诉你他不一定是女人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年代男人穿花衣服的多的是 男人留长头发的多的是 啊 外面想象里面就不一样 不要去下财啊 嗯 嗯 你不是横盘 有的是洗盘 洗盘完之后突然就下跌一下 如果大盘不好的话 啊 他要试盘试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其他庄家 有没有 心态不稳定的人 有 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的时候就拉了 啊 这是技术啊 技术问题 哪片线 第三 第三 还涨 急跌 逼空又多 还涨 急跌 逼空又多 先缓慢上涨 死产户 认为上涨无力 而去局 再通过急跌 破死获利盘或者套了盘出来 然后掉头做多 右方 跟风者 日常拉高股价 所以 一般我们只要说 看了股价不在 不是很高位 我们就应该尽量的不要频繁操作 很多人因为懂得技术太多了 反而亏钱 香港不懂股票的 无所畏惧的人 反而赚钱了 我也只在强调这个道理 我们很多人学的多了反而不赚钱了 学的多了反而不赚钱了 学的多了反而不赚钱了 然而不学还能赚一点钱 学多了反而不赚钱了 学多了反而不赚钱了 因为你学的不是走够多 如果是走够多非常精明的话 那也能赚钱 关键是不是走够多 半调子 半桶水 自以为是 半懂不懂 所以 我写了一句个性亲民 很多人没看懂 不懂股票的和精通股票的会赚钱 半懂不懂的 自以为是的永远亏钱 很多人一直在问我不懂 不懂我交给你 它是一种缓涨急跌 它是一种示弱 叫示弱 懂不懂示弱 就两人打架一样 先示弱 别人打你一传 你赶快往地下一倒 明白吗 我搞不够你 等你靠近的时候 三走两传 就给你干倒了 懂不懂 嗯 防不是防 是不是 我以前 我以前打架的时候有个特征 三板斧 陈小金的三板斧 你知道吧 首先 像巴结别人一样 很害怕一样 拍两顿马屁 帅哥 你很帅 你很高 你好壮 别人认为你很怕他拍到马屁 是不是 我这么高 我这么壮 你打得过我吗 他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 一传头 打哪你知道吗 先打鼻子 打到他两颖冒金星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办 一脚踢他的鹰部 然后他两手下去摸 一蹬下来 一勾传 打他下去 三板斧 打到他扔头转向 然后用脚一勾就倒在地下去了 两脚一只脚往他头上一踩 嗯 你还高吗 你还壮吗 你还牛逼吗 你还帅气吗 三招都是致命的 鼻子 阴部太阳瀉 庄家也会利用这一招 叫示弱 示弱 示弱 懂吗 好 这是 还涨 几跌 避空又多 第四 利用题材片线 由于庄家消息联通 与上市公司 新闻媒体关系密切 经常运用手中的资金 经常运用手中的资金 和筹码优势 利用散户的贪婪恐惧心理 沉重心理 迫使散户在利好时追涨在利空时去局 沉重视线 庄家借利空吸筹 借利好出货的目的 这个我们吃吃够的亏 上个的当 还少吗 嗯 哇 某某有 股票有题材了 有好有利好出现 你千万不要说相信我告诉你 嗯 这都是被庄家利用利用的拱关烂熟的 什么时候该出利好 什么时候不该出利好 嗯 在高位出现利好 高位利好 啥腿就跑 你赶快跑吧 你不怕我可死得很难看 低位利空蒙打蒙冲 低位利空不用去怕他 难道庄家不知道吗 庄家知道的信息 咋比你砸好几个月你信吗 嗯 你说利目交易没有 没有 遍地多事 嗯 信吗 重庆的黑社会 连公安局长都收买了 这些开这些开双拿的 开社群服务的场所 他不知道啊 别人比你几百个零通 嗯 天上 北京的天上人间 嗯 叶总会 他没信息啊 他比你几百个零通 别人看多少年的都不知道了 我们才知道 有一个天上人间 你太晚了 所以这些利好利空消息 我们客观的 正确的 辩证的 去看待 不要说有利好啊 高兴的不得了 有利空了 有 伤心的不得了 你有什么可伤心的 啊 一定要看高位还是低位 啊 好 第三 破解庄家资金流量 我们经常 我们经常 买股效就亏钱了 卖股效 啊 就涨了 什么原因 啊什么原因 我们经常是研究技术指标啊 高开往下一条 涨到五个点横盘 冲啊 进出 进出 完了尾盘回落 是吧 然后涨五个点 涨不动了 卖 卖了之后尾盘冲 冲上去了 什么原因 因为你不知道 资金 庄家究竟在干什么 你不知道 啊 我们要去研究 庄家的资金流 资金是怎么流动的 啊 适当的了解一下 庄家资金是怎样认作的 这里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讲很深啊 讲很深的你也听不明白 我也讲不明白 庄家的手中 有两种武器 有两种武器 啊 一种是资金 一种是筹码 就像 双刃剑 啊 两把利刃 把散户砍到七零八落 庄家 庄家在不同的时期 运用这两把武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啊 也就是资金和筹码 这两把武器 怎么运用 也就是资金的流向是不一样的 那么资金究竟是怎样流动的呢 是流进还是流出呢 我们分四个阶段 来判断庄家的 运用武器的方法 来判断庄家资金的流进流出 第一 在吸筹阶段 在吸筹阶段 庄家先用资金获得一定的筹码 然后在底部区域 先用筹码假装卖出 假装卖出什么叫假装卖出吗 就是挂在上面吓唬你的 而没有真正的卖 他好不容易买到筹码就会卖了 先用资金换取一部分筹码来 然后用这个筹码 假装卖出 打压股价 吓唬你 然后用资金在下面接的 所以吸筹阶段 他的整个的过程 实际上是资金在买进 资金是流进的 这是打压用筹码来吓唬散户 然后在反弹的时候 那是实实在在用资金买进的 整个过程是用资金来换出 散户廉价的筹码 所以在吸筹间的资金是净流域的 资金是净流域的 我们经常听到电视股评 资金净流域多少 净流区多少 流区是什么意思 流区就是卖筹码 筹码变少了 流进就是实实在在资金买进 流进是买进筹码 流出是卖去筹码 所以庄家就这么两招 他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在卖筹码 你从盘口上看得出来 实实在在在卖筹码 那个是以买方价格成交的 明白吗 实实在在的用资金的买筹码 一般是由 是举动买域 就是以卖方价格 以卖方价格 来买进筹码 这是举动买域 还有一种是被动买域 被动买域就是把资金放在下面借了 上面他打压你 让你卖给他 所以买去 他方会举动买域和被动 举动买域和被动买域 卖税也是一样的 在高位卖税也是一样的 举动卖税 以买方价格成交 举动卖税 另外一种是被动卖税 我挂在卖当的位置 我买当用大量的资金拖在上面 诱惑你们去买 追不就把他的给买了吗 这是在吸手阶段 他的资金是净流域的 用资金换筹码 在洗盘阶段 当股价启动一段时间之后 庄家会用手中的部分筹码和资金 不会用全部的筹码和资金 有的会 有的会 把底部筹码全部移到洗盘去 那就是用全部的筹码和资金 进行对导 进行交换 一般来说 只用部分筹码和资金 一方面用筹码 来吓唬厂内获利散户 卖出筹码 我把筹码往上一押 获利的人就怕了 你看那么多人卖 我也卖吧 用筹码来 吓唬厂内获利散户 然后用资金来吸引厂外资金进去 我把资金大量的挂在下面 不让它跌 然后开始反弹 震荡 厂外的资金就进去了 明白吗 所以在洗盘阶段庄家的筹码是不变的 吸筹阶段筹码是大量 资金是大量的投入 筹码是大量的增加 资金是进流域的 而在洗盘阶段资金是不进不出的 因为它整体上是不进不出 明白吧 卖出去多少买进买回来多少 所以在洗盘阶段 它的资金流是对等的 没有进流域也没有进流出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成交量是萎缩的 有的成交量也会大 如果是它全部换手的话 把自己的筹码也全部换手的话 那个成交量会大 所以在洗盘阶段 庄家的筹码是基本保持不变的 资金也是保持不变的 而散户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散户 通过庄家的资金和筹码的下户引诱 散户之间就达到冲锋换手 成而庄家达到了提高散户成本的目的 啊 庄家资金还是那些资金 筹码还是那些筹码 啊 而散户 却无形之中换手了 啊 厂内的散户出来 厂外的散户进去 这样是不是提高了散户的成本呢 嗯 这是在 洗盘阶段 啊 在拉伸阶段 在拉伸阶段 庄家还是利用一部分资金和筹码 对到抬高股价 对到拉抬股价 那对到的目的 是为了拉高股价 啊我多少筹码 买进 要卖出多少资金买进 股价的一步一步的上升 啊 吸引厂外的散户不断买进 一方面提高股价 一方面提高散户成本 因为在拉伸过程中散户要换手 还要换手 有的人获利出来 有的人继续进去啊 所以庄家通过资金和筹码的一个对导 导致股价上涨 然后又散户一部分开始换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庄家仍然保持筹码和资金相对不变 啊 一部分筹码锁定 另外一部分筹码和资金进行交换 啊进行反复交换 整体上的资金和筹码是没有怎么变化的 啊 但是有有少数一部分庄家他会资金继续流域 啊会 资金会流入进去筹码会增多 是什么情况呢 一种是涨停啊 我那是拉伸涨停 那么涨停的时候是不是很多 很多厂内的散户有卖的 我们经常看卖不多 不是很多但是有卖的吧对不对 零零散散有些卖的 那么是不是庄家被通吃了 又流进去一小部分资金啊 一小部分资金 如果他想卖掉也随时可以卖掉 我告诉你啊 通过涨停都可以卖掉 前期有讲过的是吧 一撤一挂就出来了啊 然后强强强行拉伸啊 强行拉伸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会增加一部分资金啊 强行拉伸 还有一种啊 还有一种脱单啊 我需要大量的资金脱在下面啊 如果你资金量不够脱不住啊 要大 别人心机稳定了 你想脱不住也反而回卖 这个人很奇怪的啊 很奇怪的啊 如果你没钱 我叫你去借一万块钱 你好难借 你信吗 如果你有一千万 你说我借借我一万吧 他马上给你送过来了 我告诉你啊 借十万马上给你送过来了 越没钱越借不到钱 越有钱他越借得到钱 因为他要收货的资金实力 这后面足厚盾 啊 好第四出货阶段 出货阶段 中间 他卖出筹码 获得资金 在出货阶段 庄家是以卖出筹码为主 卖出筹码 获得资金 这个就叫资金流出啊 那么卖出筹码是真实的 然后用资金又或赏户买进 而资金买进是虚假的 他要出货了 卖出筹码是真实的 我的目的就是卖出筹码 但是我要不要买呢 我假买 什么叫假买呢 我把大量的资金压在下面 装样子给你们看 你们去买我不买 有强大的资金压在下面 我们很多人说 会不会有其他庄家砸盘呢 早就买了 别人经过这么多几个阶段 去试盘试过好多次了 连试盘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其他庄的 拉伸启动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其他庄的 洗盘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其他庄的 拉伸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其他庄的 还等到出货的时候吗 是绝对没有其他庄家了 只有散户 所以他把大量的资金拖在那儿散户都不卖 你明白吗 也不可能有其他大资金在里面 有的话早就把你消灭了 你不用担心 所以中国 讲出来你又不高兴 中国的劳动人民老百姓是弱势存体 什么劳动人民最伟大 最渺小 最弱势 政府可以舆论你 有钱的人可以舆论你 现实摆在这儿 好 所以 在出货阶段整体上庄家是卖出筹码获得资金 所以资金是净流出的 以卖出股票为主要 资金买是假的 成而达到低位买进高位卖出获利的目的 庄家做庄的整个流程 都是靠散户的参与来完成的 没有散户就没有庄家 记住 在低位 把散户筹码给你拿过来 最便宜的筹码给你拿过来 弱势存体 洗盘 我不买卖 你们去买卖 弱势存体 拉伸 我用资金 强大的资金去诱惑 很多人跟进去弱势存体 高位 卖出股票 同样用大量的资金 取诱惑 弱势存体 最后通过弱势存体 然后 达到庄家 获利出货的目的 世界的竞争法则是这样 达尔文的进化弄义也是这样 实际生成不实际淘汰 弱肉强食 整个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第二处忌讳这些东西 实施求是的 就讲 你能在弱势当中 谋得一份生成 那是你弱势中弱势当中的强势 第四 刚才我讲了这个庄家的资金流量 一定要判断 庄家是资金真流进还是假流进 真流进在建仓 好 不进不出 洗盘 拉伸 真流出出货 也通过盘口出判断 通过成交量出判断 好 接着讲 外盘和内盘的研判 外盘和内盘 这是我们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 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 什么是内盘 什么是外盘 内盘大好还是小好 外盘大还是小好 很多人吸力户头的啊 今天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好好的讲一讲 最后一节课我也不怕累了 好 外盘 什么是外盘 将所有举动 以买方价格 以卖方价格 要以买方价格成交的成交量 规于外盘 错了啊 以卖方价格成交的 为外盘 就是以挂卖一卖二卖三价格成交的 不是挂的那个单 是以那个价格成交的 比如说上面有卖一的单 你以卖一的大哥 挂进去买 这个在外盘 很多人搞不明白啊 搞不明白 我这里我这里给你一个定义好不好 外卖 我们经常有一个有一个词书叫外卖是不是 啊外卖 以卖方价格成交 回外盘 你买方价格成交的 我内盘 啊 你买 你举动以买方价格成交的 都放放放放到内盘里面 啊 因为以卖方价格成交的 就是举动买域的 你买方价格成交的就是举动卖需的 五档吗 买卖五档吗 上面都是筹码 下面都是资金 给他吗 所以 外盘 都是主动买的 你记住外卖吗 啊 外盘都是主动买的 内盘都是主动卖的 然后是对比 这两个实力的大小 啊 内盘 内外盘加起来就是成交量 内盘加外盘 就是成交量 记住啊 很多人不知道内盘是成交量 还是外盘是成交量 内盘加外盘的综合 就是成交量 啊 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啊 还不一定 有有有的成交量 他既不是内盘也不是外盘 我告诉你啊 因为他不知道是主动买入的 还是还是 啊 被动买入的 啊 不知道 啊 主动买入的 用B 主动卖出的用S 是吧 软件上是用这样标的吗 有的时候既没有 既没有B也没有S 他没有 因为他不知道是 是主动买入还是主动卖出的 不知道 所以他都没标 所以他就没有规律到内盘外盘 所以按正确的意义上来讲 成交量大于内盘和外盘 或者等于啊 有可能大于 内盘 和外盘 成交量 它的单位是以手为单位 以手为单位 你们看到的是100 那个我们交易名积什么100 100 100 200 那个是单位是手老大 是手 不是100股 一手 等于100股 一手 它的 含量是100股 所以我们看到的100就是1万股 1万股 看到了200就是2万股 它是一手为单位的 明白吗 有的后面还标了一个数字 123123456 是不是 那是多少笔 多少笔 就是说这如果这100手里边 如果是三个人买的 那叫三笔 你明白吗 多少笔 一笔两笔啊 好 那么究竟是外盘好还是内盘好 我这里给大家讲一讲啊 一般内盘大入外盘 内盘大入外盘 说明卖方力量比较大 因为都是以买方价格成交的 所以卖 只有卖的人才以买方价格 来进行交易 因为他怕跌的更多 所以就实际上往下卖 卖方力量比较强大 外盘大于内盘呢 说明买方力量比较强大 生怕买不着 所以都以更高的价格买进 所以内外盘如果差不多 说明买卖实力相当 这是一般的看法 待会还会讲 这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讲 如果外盘比较大 因为外盘都是以买方价格成交的 以更高一点的价格 买进来的 所以说明买方实力比较 实力比较雄厚 比较强大 因为他供不应求 生怕买不着 所以他以更高的价格买 买进来的 如果内盘比较大 说明才在恐慌了 以买方价格卖出去 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去 这是 第一点 第二点 内外盘反映 举动卖区和举动买鱼的大小 大部分人 以内外盘的大小来判断 当人股票的强弱 并以此作为买卖的依据 但是 在实践的操作过程中 专家经常利用内外盘的 受量来欺骗散户 我们一定要识别增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好好听一听 好好听一听 所以 我们大部分人 正因为觉得外盘大好 所以他经常制造 外盘大 出货的时候更加制造 外盘大 他怎么制造出来的吗 嗯 在吸收的时候 内盘大 他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嗯 他照样可以制造的出来 明白吗 我慢慢讲 你慢慢听吧 这里 有12345 12345 有5点 你好好听一听 股价经过长期下跌之后 取于低位 此时温和放量 如果外盘大于内盘 股价见底上涨可能性比较大 此时是专家主动买进筹码 这个是外盘是大于内盘 外盘是大于内盘的 这个是真实的 股价经过长期下跌之后见底了 如果 放量 股价上涨 外盘大于内盘 这个是真实的 啊 说明 大部分是专家买了 并且是 抬高价格买的 啊 所以 外盘比较大 啊 以卖 以卖方价格成交的 第二 股价经过 长时间上涨 出于高位 若成交量巨大 而股价却滞涨 成交量很大股价股 股价没怎么涨 然后内盘倒入外盘 股价将会下跌 因为 因为庄家借上涨出事 把筹码卖给 挂买单的跟分散户 啊 会故意在买二以下的位置 对方大单 啊 然后 把筹码 卖给买一位置的跟分散户 这是庄家出货行为 啊 股价上升到高位之后 上涨 股价是上涨的 啊 成交量 是放大的 股价涨没怎么涨 涨是涨了没怎么涨 啊 那么这个时候或者冲高回落的 如果这个时候内 内盘倒入外盘 肯定是庄家出货了 啊 为什么股价涨了内盘还大呢 因为股价是冲高回落的 涨又涨多和涨少的区别 对吧 没怎么涨 说明他卖了 大量的卖 因为他一卖肯定是以买方价格成交的 所以在内盘里面 啊 内盘大 啊 庄家出货行为 第三 股价的 因跌过程中 外盘 大于内盘 并不代表股价未来会 止跌上涨 因为主力用几笔大单快速的将股价打压至低点 然后在尾买五档中堆放大单 啊 在尾卖五档中放一些相对较小的单 让散户感觉到主力买进 或者买方力量雄厚看多而满欲 或者主力为了诱惑散户 对抄满欲 导致外盘大于内盘 实际是主力又多出货的行为 而股价并没有实质性的上涨 次日股价将会继续下跌 没听明白 我知道的 我念一遍你就听明白了 那你天才了 股价 是下跌的 股价是下跌的 并且外盘还大 按按照道理外盘大要涨对不对 那股票是下跌的 啊 那外盘又大怎么来的 啊 主力先 把股价 往下跌一下 往下跌一下 啊 跌下我不跌了 我其目的是引诱散户 去坟低买进 啊我不跌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把大量的单堆放在 大量的单堆放在 买方无党我不买 我不买 那散户去买 散户去买 那买单是不是多了 啊 散户去以 以卖方的价格去买 去追涨 啊 但是股价涨了吗 没涨 因为他上面有源源不断的 有卖单出来 那都是庄家的 你买完了我又放进去 我不放多放少放一点 一点点的卖 啊 但我不举动卖 我就挂到那里 慢慢你们去吃了 下面是我的大单 上面是我的小单 啊 你们去吃了吃了吃了这都是买单 看到吗 但不是庄家买的 是散户买的 所以他整体上来看 整体上来看 买单 多 卖单 少 是庄家出货行为 大单往来一放 厂内的散户是不会卖的 啊 只有庄家卖 厂外的资金是会跟进去的 因为买单这么多 生产买不着 专家实力雄后买吧 所以股价是跌的 并且外盘还比较大 啊 外盘大陆内盘 我告诉你还会跌 这是庄家出货 第四 第四 股价在上涨过程中 内盘大陆外盘 并不代表股票会跌 看你明白吗啊 上涨的过程应该是外盘 大陆内盘才行 但是他这里恰好相反 内盘大陆外盘 因为庄家先用几笔买单 将股价拉伸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大量的堆放卖单 同时也放置一些较小的买单 将股价压低 一方面破四获利的散户 认为股价冲高回落而大量去值 另一方面不让股价回调太多 啊 同时让看多的资金分低接盘 此时内盘大陆外盘 实际上是专家洗盘行为 在洗盘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拉伸了 啊 还是没听明白 还对我讲 啊 比如说在拉伸的过程中 在拉伸的这个过程中啊 我先将股价快速拉伸到四个点 好不好 拉伸到四个点 啊 拉伸到四个点之后我不拉了 我 我刚才前面是把单放在下面上 我现在不放下面 我放上面 我放上面 啊 股价拉 拉了三四个点之后我不拉股价 啊 我都把上大量的筹码放在上面 吓唬你啊 但我不举动往下卖 我不会举动往下卖 你明白吧 我只吓唬其他散户卖 很多人看哎 那么多大单都不卖 股价又不怎么跌 那是那是上 是庄家的吓唬散户 很多场外的资金就会进去 你明白吗 嗯 你吓不着我啊 啊 厂内的赏户就害怕了 你说能骗到赏外的就骗啊 能骗到厂内的资金 赏户就骗不到赏外的赏户吗 人是很奇怪的 我告诉你了 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因为厂内的赏户它是获利的 而厂外的赏户还没还没获利了 嗯 他尽是看好空间 厂外的赏户相对还比较冷静 厂内的赏户不冷静 因为他是赚钱的 他害怕 啊 所以 在拉伸的过程中 先拉到三四个点 然后把大量的筹码都放到 放到上面堆一桌 吓唬厂内的赏户 啊 但是股价没怎么跌 没怎么跌 因为他没有主动卖 只是赏户在卖 赏户心不齐的 我告诉你 我知道的 啊 赏户心是不齐的 啊 不然的话看啊 抗日的时候 啊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汉捷和伪军呢 啊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呼百应的力量 一盘散沙 啊 所以 这里只是一个庄家的洗盘行为 第五 股价下跌幅度较大 某一日内 每某一日内啊 内盘 内盘 大入外盘很多 于股价 没有大幅下跌 小跌 或者不跌 这是庄家 这是庄家在 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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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筹 避空 避空吸筹 庄家用大卖单 大卖单 大卖单 瞎户散户去局 同时 同时挂 挂 买单 挂买单 接盘啊 打字打得很 错了很多啊 后期行情上涨 于股价放量大跌 一般是庄家 庄家 对桥打压吸筹 行情底部即将来临 这里有两个概念 股价经过大幅度的下跌 股价经过大幅度的下跌 啊 然后 某一天 突然之间 内盘很大 内盘就是抛盘嘛 啊 外盘是买盘嘛 内盘很大 大大的大过了外盘 就是抛盘很大 这一般是庄家吸筹 庄家吸筹行啊 啊 因为庄家把大量的当都挂 全部挂在 麦当的位置啊 挂在麦当的位置 下户 厂内的上户 割入割入割入 他的下面当然的啊 接进来 明白吗 啊 所以导致 内盘大入外盘 你认为还会跌 实际上 他不跌了 很快就会上涨了 啊 很快就会上涨了 我告诉你啊 一种是大跌 一种是不跌啊 不跌 就是指就是指跌 会涨了 大跌即将指跌 啊 方量大跌 就是对销 吸筹 打压 吸筹 啊 如果量不大 那么 就是指跌了 啊 虽然放量 但是没跌 说明专家 大量的抵挡在下面拖住了 啊 然后下户上无脉 价格没怎么跌 内盘 都大入外盘 但是未来他会涨 未来会涨 啊 好 这是 内外盘啊 第五 散户看盘的基本套路 我们经常啊 看盘 看盘 我们每一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看盘 很多人花三四个小时看盘啊 看盘看什么 你有套路吗 你盘中想做一些什么吧 嗯 你做了一些什么没有 我们就是看股价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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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盘看什么 今天我教你教大家看什么 好不好 该看什么 第一看开盘 看开盘 啊 于前一日是带上下隐线的阳线 啊 你先看前面一天 K线是怎样的 如果是带上下隐线的阳线 啊 如果开盘是高开或者跳空高开 表明买方实力强大 一般是看涨 啊 如果是低开我们观望 如果跳空低开说明卖方力量强大 我们啊可以退出来观望 如果前一日是带上下隐线的阴线 啊 前一日是带上下隐线的 阴线 就跌了 我们第二天继续看开盘情况 啊 如果是跳空高开 那我告诉你可能是有利好消息出来 今天看涨的概率非常大 看涨 啊 如果是高开还不一定 啊 高开就是开盘价在那阴线的实体的 中间的位置 啊 我们还在观望一下 啊 如果低开或跳空低开 那麻烦 你看盘要看吗 开盘价吗 开盘价不外乎是 高开 低开 平开 啊 高开又不会实体高开 上一线高开 和跳空高开 低开也是一样的啊 后期有机会跟他也给大家讲一下K线啊 那K线也挺有意思的 好 第二盘中看盘 刚才是看开盘是不是 那盘中怎么搞 啊 开盘以后 先看涨幅榜 先看一下涨幅榜整个涨幅榜是怎样的啊 涨幅榜什么股票什么类型的股票排在最前面 哪些板块是热点 你先判断一下啊 一般涨幅榜基本上决定了当天的热点 某某股票十分钟之内就涨停了 五分钟之内就涨停了 他收到哪一个板块 你大致的去判断一下啊 大致的去判断一下 他有一个板块的能动的 然后看个股的K线分石头盘口 盘口的挂单情况成交量过程指标 你还是看呢 K线是怎样的啊 上一线下一线怎么样的 实体怎么样的 分石头 是有规律的还是没规律的 盘口挂单啊 外盘多内盘多啊 成交量 是怎样的啊 还有各种指标是金叉死叉 有没有买卖信号 这些东西我看盘可以去看一看啊 看一看 第三盘后啊 看盘后 盘后就是收盘之后 然后分析一下大盘的热点在哪里啊 资金整个资金是流进还是流出的 大盘是怎样的 未来的趋势怎样的判断一下啊 整个K线的形态 今天收了一个K线的形态是怎样的啊 然后量价关系是怎样的 消息面有没有什么变化等等 这是盘后应该做的工作啊 这是 开盘 盘中 盘后 好 我们再来看 还要研究 第四 研究股价的长期走势头 观察趋势 以及庄家所属的阶段 成了做出买卖的决策 你看一下这次股票整体趋势是向上的还是横盘的还是向下的 你先做一个判断趋势怎么样 是涨潮还是退潮啊 还是风平浪静的啊 这是整个趋势要去判断一下 然后你再看看庄家现在在什么阶段呢 是新手阶段还是整理阶段还是启动阶段还是拉伸阶段还是洗盘阶段还是出货阶段 你要看庄家处的什么阶段呢 不懂 不懂把我把我这个系列看它个十遍 你就慢慢就懂了 我每一个阶段都分析的非常清楚的 啊 第五分析技术面 技术面 看看大盘或者个股目前是否有支撑位或者压力位啊 在技术上看目前大盘 有没有风险 有没有支撑 有没有压力 个股也要说分析一下啊 有没有风险 你判断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里 压力位在哪 压力位在哪 我什么时候买进什么时候卖出 碰到压力位卖 碰到支撑买 要是分析一下啊 第六分析一下股性 看看个股的过去现在 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股性 这支股票过去的股性是怎样的 现在的股性是怎样的 未来的股性是怎样的 股性是有周期的 一般在起动阶段拉伸阶段 股性活的它都会活 但是洗盘阶段它就不活了 就不活了对不对 那个股票洗盘都不活吗 一样的啊 分析一下股性 第七分析股票的类型 分析一下股票的类型 这是股票是哪一类型的股票 先看一下地区板块 是银海的还是山区的 还是西部开发的啊 还是中原突袭的 还是东北老公圆基地的 还是啊 海西经济开发支的 这地区 地区地域是哪个哪个地域的 这个跟股票有关系的啊 什么地区的 然后行业是哪一个行业的 是地产的钢铁的房地产的啊 这个煤炭的 还是啊 智能地方的 器兴信息产业的啊 还有塑料的化工的什么很多 七七八八啊 有大大大大风工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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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风 系风工啊 啊 然后概念 说哪一类型概念的啊 啊 世博会的 澳洲会的 新能源的 低碳的 新型产业的 叽叽歪歪的 概念很多 这个软件上都有 软件上都有 第八 分析庄家的类型 庄家收入哪些类型的 他是 短线装 中线装 长线装 强装 弱装 庄家的是什么样 一个一个一个类型的 你要去判断一下 庄家是什么类型的 根据你自己的性格 你时刻吵什么样的骨骼 你性格级的人 吵那些长线装 你没办法的 我告诉你 你没那个耐心 第九 分析过去上涨的空间 及未来上涨的空间 判断有无风险 就发展潜力 过去涨多大了 低位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过去涨多了 现在就不够好了 你明白吗 过去没怎么涨 未来还有很多空间 好 有发展潜力 搞 第十 分析庄家的空盘程度 套脑盘 该肉情况和 获利盘 出局的情况 这个庄家空盘程度 达到多少了 然后上方的套脑盘 有没有个肉 下方的获利盘 有没有个肉 下方的获利盘 是散户的 还是庄家的 你得去判断一下 第十一 分析庄家的意图 目前庄家在干什么 未来想干什么 他现在在干什么 未来想干什么 究竟想干什么 你要说 人家 人家庄家的意图 如果你庄家意图 没有掌握 他现在究竟是在 试盘 想整理 想抬下吸筹 想拉高出货 究竟想干什么 是逼空 还是诱多 研究他的意图 你就是那个庄家 肚子里一个 一个回 一个回 回虫 你要去猜想 他在干什么 这个心理学 得好好学一学 我告诉你 坦尼亚要心理学 创业要心理学 人际交往要心理学 做股票要心理学 你每时每刻换位 思考一下 他在想 他在干什么 想干什么 未来想干什么 过去做了一些什么 连心 这一点你都不会 你还做股票 知己知彼 百战不断 一定要了解对方 第十二 研究 庄家的目标价 庄家的目标价 曾尔设定自己的目标价和指寸价 庄家做这些股票 他目标价能在哪里 我前期有讲过的 根据他的建仓位 建仓成本 几个阶段 来初步的判断一下 庄家的目标价位在哪里 曾尔设定自己的目标价 庄家目标价是未来还涨50% 我就设个30%够了 多的是意外资产 支省价 支省价 支省价的设置 后期有机会 我还要给大家讲一讲支省价的设置 支省价设在什么位置比较好 有的人说8%比较好 10%比较好 都不对 都不对 一定要根据庄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第13分析上市公司的业绩 行业前景 看是否被低估或者被高估 你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股票 这个财务报表看一看 财务分析里面就看一下 点击F10里面就有 然后这支股票是现在是低估的还是高估了 业绩是亏准的还是盈利的 增长率怎么样 适应率怎么样 适应率怎么样 这里面东西可多了 后期给大家讲 搞详细一点 搞明白一点 这是 13 14分析股本股东结构 股本结构股东结构 就是看一看流动牌是大的是小的 有没有解禁股啊 有解禁股什么时候解禁呢 分析股东情况啊 这些股东是基金串商还是大户啊 还是企业法人呢 这些都要去研究一下 股东结构 股本结构 股东结构 股本结构 股本结构 大股东是哪些 有没有解禁股 这是我们应该去研究的 应该去研究的 15分析大盘处在什么行情 判断是否安全 从来专定是否与事 大盘现在是在洗盘阶段 还是在拉伸阶段 还是在下跌阶段 还是在滞涨高位滞涨阶段 还是在低位低脾气 你说一下大盘的整个行情 成交量是成交额是怎样的 大盘是讲成交额啊 成交金额是怎样的 人气旺不旺啊 成交量放大是缩小啊 大盘也要去研究一下 看到多小嘛 16分析一下 当前的国家政策是怎样的 宏观经济是怎样的 国际环境是怎样的 这个都需要 我们去研究 我们研究的东西多着了 如果你很熟练很快 就看出来了 不需要花很长时间 如果你不熟练的话 你知识面太小的话 那要学很多很多东西 我慢慢给他教吧 大家能学多少就学多少 开展友谊 所以 今天 今天把这个散户客装的一部分 给大家稍微讲了一下 后期有机会 我还会反复的增加一些内容 那么呢 让装加入文系列15节课 到此就结束了 下面还要讲什么 我告诉你 还有一百来件课 我陆陆叔叔会在公告里面 在公告里面 给大家 发布 即使关注我QQ空间日志的 公告 我随时有新的内容出来 这节课讲完之后 我所有的前期讲座 全部克罗城DVD 即将在全国发行 售价一万 一共56版 在3月初 准时和大家见面 这节课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的收听 再见